郭子怡啊 这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期 首屈一指的功臣 他是唐朝华州正县人 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 武功高强 当时科举考试 有文科有武科呀 他以过人的武功是高高得重 从的唐宿宗到唐代宗 没有一位对着郭子怡轻视的 郭子怡被封为焚羊王 他的八个儿子 七个女婿 也都跟着他沾了光 在朝廷里做了大官 尤其是他的第六个儿子郭爱 还当了驸马了呢 被唐代宗李玉给看中了 把自己心爱的女儿生平公主 就嫁给了郭爱 这么一来郭子怡跟唐代宗 就成了儿女亲家了 这位代宗皇帝的正宫 沈皇后 早年在战乱中失散了 没有女儿 所以呢 后宫当家得宠的 说了算的 一直就是这生平公主 这生平公主 从小受唐代宗的宠爱 被视为掌上明珠 所以她娇生惯养 就这脾气 稍有不动快 就在这父母面前撒娇 她母亲当年也很得宠 就是那位崔贵妃呀 父亲是当心天子 谁还能宠闺女宠到她这一步 偏偏唐代宗李玉 还特别喜欢这女儿 代宗跟崔贵妃 基本上世事 顺着女儿的心意去办 简直是百依百顺了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特意把她下嫁给了年轻的郭爱 这郭爱长得十分英俊 生平公主看重了 当皇帝父母的 也就答应了 选郭爱为虚 日子商定妥了 这一天郭子怡府地 坐落所在地叫亲人坊 这亲人坊房里 直万分热闹 府门外边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就这到了到了 把车停一边走 咱们去给贺喜去 这都是来祝贺的 郭子怡府里边那更热闹呢 郭子怡派人查看好几回 好吗 感情 自己府门外边 整个这条街都给堵满了 来了多少人 停了多少辆车呀 有没有固定车 被给挪挪呀 忙了个不亦乐乎 郭子怡帅全家男女老少 三千余人 就上下繁忙 最终密密密麻麻的 他们都跪在了长长的地毯上 干嘛呀 迎亲呢 老公公婆妹得跪下 在大一边 爷爷奶奶呢 也得跪着 迎的是公主 这圣平公主 带着半妇 鸾架 整妇的呢 整妇就有篡位之险了 多得的气势啊 圣平公主 隆重的架到了 焚羊王府 嗯 开始这几天 日子过得不错 笑两口轻轻窝窝窝 和和美美 经常就躲在那心房里 一天也不乐也出来 感情不错 小两口日子过得好 当父母没有不高兴的 郭子怡看着眼里 喜在心头啊 可有时候 郭子怡也担心 你说说 这公主是娇生惯养 一旦要发了脾气 那怎么办呢 没事的 经常关照家里人 必须认真看护好公主 处处要让她三分 不能有任何怠慢 这可是对着皇帝陛下的态度啊 名义上对的是公主 实际 皇帝还在那看着呢 就这么加着小心 好日子也没太长了 和公主脾气发作了 经常就听那屋里边 他跟郭外两个人争争吵吵 郭子怡只能说儿子呀 等开门儿子出来 郭子怡低着他耳朵 把他拽旁边去了 小孽掌 你又惹公主生气了 哎呀爹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脑袋要掉这事 郭子怡这着急啊 可是也不能说老公推门 就劝儿媳妇啊 那年代 这个不合理法呀 郭子怡只能坐在正厅上 跟儿子女婿们 去商量这件事 可是乖 也是少年气盛 谁劝他也听不了 反正我娶了他 他就得听我的 哎呀 小奴才 他听你的 我得听他爹的 咱们都得听他爹的 那叫天子啊 咱们说也说不了呢 这天郭子怡 正在跟儿子们 女婿们商量事呢 这些儿女中 郭爱不在现场 孩子们被讨得喜欢 把自己的小孩都带来了 孙伙计 二三十个呢 在郭子怡跟前 绕膝成欢 共享天伦 郭子怡 虽然是大将军吧 他也分不清了 这么些孙子孙女 哪个是孙子 哪个是外孙子 这也分不太真了 微微点头 微笑着向他们示意 表示都是我的孙子伙计 来不及问你爹 你妈是谁啊 这正是高兴着呢 就听着旁边 郭爱跟公主那屋啊 啪啪 哇啦 咣当 什么动静 又打起来了 哎呀 顾子怡刚才那的笑容 一扫全无 白眉毛高高的皱了起来 这个虐障 正不知这怎么办好呢 有一丫子前来禀报 报 报王爷不好了 王爷 这不是焚羊狼吗 怎么了 驸马爷刚才打了公主 一记耳光 啊 郭子一听好像撤自己嘴巴 这儿子简直 无法无天了 那公主怎么样 公主哭着 已经回宫告状去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让老夫如何是好 王爷 驸马爷还当着公主面说呢 说公主 仰仗他老爸是皇帝 我们家老头子是不想当皇帝 要是想做 哪里还会轮得上你 爹做皇帝呀 啊 此留意下 郭子一又在那座椅上 出了到地上了 把旁边那些小孙子吓一跳 爷爷你怎么了 郭子一是又气又怕呀 来来来来来人 把那个孽障奴才 郭艾给我绑了 郭子一是真害怕了 心想 这是掉脑袋的罪呀 把那孽障绑了过来 郭艾还不服呢 爹 你凭什么绑我 郭子一倒跟前一抬手 屁啊 先给这儿子来了一个嘴巴 凭什么绑你 你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啊 走走走 跟我进宫 见价是当面卸足呀 唐代宗也听到信了 这会儿唐代宗干嘛呢 正听着宝贝闺女生平公主 在那哭呢 父皇 你得给女儿做主 怎么来怎么去 一无一失都说了 他老管着我 还说什么 我的公爹是没想当皇帝 要想当 就轮不到父皇您了 你说他可恨不可恨呢 唐代宗沉默了片刻 这代宗皇帝呀 应该说不糊涂 虽然说这话听得不顺耳 但是这会儿 对待孩子 还有自己的一番解答 女儿 孤爱这话 说得不错呀 我们李家天下 权杖你的公爹 才得以复兴啊 真要是他当时想做皇帝 天下 怎么还能为我李家所独有啊 而你身在郭家 就是别人家的媳妇 不能再撒娇了 已经不像以往 在宫中做公主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欺负你 郭子怡 怎能不知 朕对你的喜爱 倒是你要好好捡点捡点 好好的做郭家的媳妇吧 爹 你委屈我 这正说着呢 有人来报陛下 焚羊王 绑子上殿 唐代宗一听 略已沉思 挥了挥手 让生平公主赶快退下 听我的信吧 好 就把她请到这里来 郭子怡一听 皇帝还搭了个请字 心里面更觉得过意不去的 表面上看来 就越发的成狂成恐啊 可儿子郭爱不是被捆着呢吗 那绳头可在郭子怡手里呢 你可我进去见军 牵着儿子 拽着他 郭子怡自己 这脚不亮相啊 真走不整齐道嘛 也有一部分表演成分 怎么呢 这要是拔着胸脯子 气宇宣扬进来 这哪像认罪的样啊 要的就是这份 手足无措的慌张啊 来见到唐代宗 不通故意倒 我儿子也给恩那儿了 当着唐代宗的面 又给了这儿子一嘴巴 哎呀 唐代宗一看 老外卿 这是朕的女婿 你怎能随意乱打呀 你看 他当丈人的也得会当啊 我儿脸疼吗 一看他多余问 怎么他脸都大红了 那五个手指印子在那儿呢 哎呀 老外卿 你这个脾气 也得改改了 唐代宗 就像对待自己亲儿子那样 把这郭爱 往旁边拽着拽起来吧 你能赶快 给他把这绳索给送开 代宗皇帝亲自 用手在郭爱 这脸上摸了摸 我儿疼啊 我说着这郭爱 眼泪啪啪的 皇夫 儿臣错了 代宗笑而不答 为什么郭爱承认错误啊 你打人闺女一巴掌 他这会儿想起来了 郭子怡 叩头如捣钻啊 陛下 老臣教子不当 触犯了公主殿下 现在我是带着这不孝之子 一同来领罪呀 哪里的话来呀 算了吧 唐代宗 唐代宗 双手扶起郭子怡 赶快 给人请个座位来呀 太监们坐准备好 唐代宗掺着郭子怡坐在那 老爱卿 老卿家 这是何苦啊 儿女们的事 你我 不要问得太清楚的为好 承认说 不吃不聋 不为阿翁啊 阿翁这就指公爹呀 这当老公爹的 要聋一点 要傻一点 别什么都是事无巨细 你全了解 儿女的事 你能装糊涂就装糊涂啊 小两口 在闺房中吵闹 你我又何必当真呢 你说是不是啊 唐代宗一边说一边笑 郭子怡是面红耳赤 感谢唐代宗这一番 婚红大亮 这唐代宗要想杀郭子怡 就这事抓起你的小辫子 一通严刑讨打 全家都得完 说明唐代宗 对这郭子怡还是很信任的 唐代宗安慰了郭子怡 郭爱父子 命着把公主给我请出来 当着这圣平公主的丈夫 老公公的面 他训斥了公主几句 既到人家做媳妇 就得尊重公爹 尊敬自己的丈夫 哪有你这样 揪生惯养的 以后恐怕没人敢要你了 真要是郭爱把你修了 我看你再嫁给谁 这就是说一说自己女儿的过错 让这圣平公主当着面 保证打今后再也不以皇家女儿 自视高贵 欺负丈夫 欺负家人 你当着两位父亲的面 小两口 化刚隔为玉伯了 合着这郭爱 打这公主这嘴巴的 这事儿就算完了 可不完了吗 民间传说 有这么一个传奇故事 叫打金枝就打这儿来的 那金枝就要指这生平公主啊 郭自怡的儿子们 除了有当驸马的郭爱 还有统兵带队的大将郭熙 那是一方总阵 当时北庭行营节度使白孝德坐镇在宾州 就是现在陕西宾县 而郭熙呢 率领北方军队 到这里来帮助他抵御吐蕃的侵犯 这儿要把吐蕃拦住 那么首都长安也就安全了 郭熙就是郭子怡的儿子呀 当时郭子怡单继退回和兵的时候 郭熙不是紧随左右 苦苦相拦吗 现在郭熙带来强大的朔方军 就是北方兵马 是为了抵抗吐蕃 因为他的部队极具战斗力 郭熙是郭子怡第三个儿子 身任检教上书 帮助父亲收复两经 平定安史之乱 是战功赫赫 而他自己带领的朔方军 也是能争冠战 唯一不足就有一点 因为鞠躬而发生了骄傲 郭熙的朔方军是军纪送谢 虽然说军营驻扎在宾州城外 离城十里的靖河边上 但是还是时不时的有那些将士 进得城中到宾州城里去骚扰百姓 光天化日之下 就那么公开抢啊 有人不让他们就动手打 打伤路人 抢抢豪夺 有一次 甚至把一个怀孕几个月的孕妇 都给创的倒在地上 给创伤了 有人就把这事 报告郭熙了 郭熙一听 心想自己的这帮兄弟们 手下们 平日里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在前线受的苦够多的了 也不好再惩罚他们 稍微警告警告就完了 他不加以严格管束 实际是听其自然 那么这位北庭行营节度使白孝德白大人 是毫无办法呀 指着人家郭熙帮着自己镇守宾州 现在要是去治理他手下人的罪名 那不得罪人家了吗 算了 就吃哑巴亏吧 这荆州 有一个刺史 叫段秀石 段秀石听了这信 他来找白孝德来了 说半天这荆州到底在哪啊 现在的甘肃 镇原东南 荆州刺史段秀石 是白孝德的部下 他自我推荐 哎 您能不能让属下到宾州 去屈居 都于侯之职 负责全城治安呢 不是说经常有人 大白天 宫廷画日 想请豪夺吗 我帮您治理怎么样 白孝德 白孝德八泽 这有人帮忙了 连忙点头应允 就这样 这段秀石是走马上去 这天 郭西军营 有十几个将士 又进了城大 反正现在也没战车打 天天就找酒喝呗 在一家小酒馆 喝了个名鼎大醉 酒店老板 索取酒去 几位军爷 你们都喝了四坛子了 酒钱呢 什么 其中有一听啊 老子们喝你的酒 你还敢要钱 这适合理 酒店老板这气 也像人话了 谁喝酒也得给我钱 老子拼不给仓 宝刀拽出来 一刀 就把这老板 给扎伤了 刀尖顺着他左来 进去了一寸多呀 这老板够反应快的了 蹭往后一纵深 这还扎一窟窿啊 这些人趁机发泄不满 喝了你四坛子 五坛子 八坛子又怎样 顶了光郎 轮板凳飞桌子 摔茶壶砸酒缸 这酒是躺了满地呀 殿堂里边家具 别提呀 全都被砸了个稀巴烂 老板也不敢再说话 躲到后边远远的 就在那瞅着 心想简直无法误天 上报 现在谁主管呢 叫那段秀使啊 他不是都渔侯吗 渔侯之职 他现在是以大官做小用 就为了治理这帮人来的 段秀使得到了禀报 立即派人 把这十七个肇事之人 给我逮捕归案 全都给抓回来 这些位酒一醒 满不在乎 啊 段什么 段大人 段秀使没听说过 我们就知道郭大人 就知道白秀德 段秀使干嘛呢 不知道 怎么了 酒店砸了 酒钱没给 老板被我们扎伤了 你能怎么样 怎么样 哼 段秀使微微了个笑 来呀 把这十七个叛逆之徒 人头砍下 高挂成池上 以为示众 是 哎呦 这十七个人一听 你敢动爷的头 小金尼的脑袋 带了下去 万秀之心一想就找你们这样的 一身是法之人还找不着呢 你们送上门来 还能放过吗 一声令下 十七个人头高挂成池啊 宾州城里老百姓一听是吧 把那些公开节道无法无天的北方兵的人脑袋 给剁下来十七个 好啊 敲罗打鼓比过年还热闹 可是城里边高兴 城外不干了 咱们说了 郭西的部队驻扎在离宾州城十里远的靖河河边啊 城里边这一挂脑袋一敲罗打鼓 城外军营可炸了 这些将士一个个顶盔挂甲 赵包树袋 不知道以为一声军令下 这就要出门远征呢 哪知道 这些位是垫的杀进宾州城 给这十七个伙伴报仇啊 宾州城里的那位主帅白孝德 虽然说九经战阵永贯三军 但那是杀敌人啊 现在城外边锣鼓喧哗 这要杀的是自己人 而且朔方兵英勇善战 那是从北方前线开赴的 能打得过人家吗 他真不知如何是好 赶忙快 把段秀石先生请来 段秀石 微笑自如 从容不迫 走进了大厂 白孝德一看 他跟没事人一样 哎呀 段先生 事到如今 如何是好啊 段秀石听到此 点了点头 我知道 杰敌之大人 您问的是城外这些北方兵 要是攻城 该如何办 对呀 没关系 放心吧 白孝德这气呀 你说没关系 老夫怎能清醒 大人 我现在就到郭尚书那里去一趟 郭尚书 就是郭熙啊 深认为剪教尚书嘛 所以一说郭尚书 就指城外的大元帅 你去了 难道你不怕你脑袋搬家吗 大人 小人要不去 躲在这城里 脑袋不也得搬家吗 言外之意 你不还得杀了我谢罪吗 你就放心吧 我一去 一定 没人再敢闹事 那老夫派一百个精兵 保护你的安倍 用不着 我段秀石 又不是有罪于朝廷 又不曾得罪郭西郭尚书 何须精兵保护啊 段秀石大的方方 不光不带人 还把妖刀摘下来 那总得带一个呀 回来一剑把你射死这样吧 挑一个老兵吧 这军队里边挑了一个走道有点颠角的老兵 随行前马 白孝德算服了 心想段秀石你胆可不小啊 带这边跟没带一样 这老兵倒乐不得的 为什么呢 这老兵自打受伤之后 常年光做饭了 不让上战场了 找不着那种出风陷阵 孤单英雄的感觉 许久没有这种刺激啊 大概这老兵 拿这样一种危险 当作自己对青春的回忆 大不了一死呗 这回跟着段大人 虽然说危险 但是危险 他也乐意 老兵精神绝朔的在前边一瘸一点 牵着马 段秀石坐在马背上 不慌不忙 向着郭西的大营 走来